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插座的这个作品 我们将是以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花器 各位菩萨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这个花器其实是一块的木头 一块的这样的木头 它最主要的一个开始的原因就是来自这一个钢 这个是一个岸庚 据说这个岸庚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做岸庚的一个厂家做的 因为有人买了这个岸庚之后打破它了 然后他们又舍不得把它整个丢掉 所以就把它加上一块这样的一个木头 然后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 其实这个花器当时是一个我的学生 他在做这个花器的买卖的 然后他就一直很希望我能够帮他买下来这个花器 他觉得说因为他放了好久都没有人会买 因为没有人会去欣赏这样的一个花器 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是蛮适合保留它的 所以他就用还算蛮不是很贵的价钱卖给我 那所以我就一直把它留着 那我觉得说呢 他在我做有一些特殊造型的时候 我也会我在做一些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蛮可以用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会心巧手 就是说也让我们学习习福习缘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坏掉了 那我们不要说就不要它了 还是要继续的使用它 然后爱护它 像这两天我的一个学生看到我家的床头灯 然后他就说 老师你那个床头灯跟我一样 那事实上我那个床头灯 是我在有一次丢垃圾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邻居他把他家的那个 一个床头灯给丢出来了 那我觉得那个床头灯很古雅 而且有点像古铜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子丢掉 好可惜我就把它捡回来 因为有的人他的生活的环境 想要改变成比较现代感的 他就把古典的东西丢出来 那刚好我又很喜欢古典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捡回来 整理干净之后呢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那个著床头灯 我觉得也很好看一直用到现在 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花旗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怎么去做它 好那首先呢我用了一个这样的枫叶 其实这支枫叶并不太大支 那我想要把它呢插在这个作品里面 比如说我把它这样子放进去 可是呢它这个地方呢有一点不太好固定 所以我想呢我先用一些我之前用过的这个三归来的这个枝梗来帮我做定枝 所以从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其实这个三归来已经有一点旧了 而且它的果实一直在掉 因为已经买了很多天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插过的花财啊 或者有时候用过的藤类的东西 我都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不要把它丢掉 那你就可以先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方 好然后呢下次你要做一些特殊造型运用的时候 或者是它可以帮你做定枝 好那我把它稍微的压一下 因为这个三归来它很硬 它蛮有力的 所以它弹性弹力很高 好那我试试看把它塞到这个瓶口里面去 好我们试一下看看 好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用它来帮忙我做一些固定我的枫叶 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环保的 那我们就不要像有时候在擦花的时候 我们要用海绵 那因为我们知道海绵又会制造一些问题出来 好那我们就可以善用这些枝材 让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应用它 好那我把它塞一点点这个 这个三归来 好塞上去 好那我在把这些三归来放进去的时候呢 同时呢其实这些三归来 它好像也在帮我做下段的一种感觉 好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枝了 所以它有一点点的硬 好我把它固定好 好那我现在呢把它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有一点点让我可以用这些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 欣赏一下这个地方 好这样子它就可以帮我做这个枫叶的这个定枝 好那我现在呢把这枝枫叶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定枝的部分呢 那把它插进去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这个因为这些三归来 它本身非常的老枝 所以它蛮固定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好那现在呢我把这个这个枫叶呢 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然后有点倒刮型的 把它下垂的 好让它往下垂 我们再试试一个角度 我让它更倒刮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尤其是这一枝的枫叶 它非常的漂亮 刚好整个垂到这么低的地方 非常有味道 好那接下来呢 我稍微把它修剪一下下 那我会发觉说 我这个画面里面呢 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我想用它来插点花 好在这边把它修一下下 好我把这个空间留出来 好那我用这个清风 这个是枫叶 让它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剪下来一些些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山壁呢 然后这个花器 虽然它很重 可是这个枫叶擦上去之后 那个味道非常的好 好那接下来我用一支的这样的 秋石壶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 然后很多的我们石壶栏呢 在秋天开了特别的美 所以我在这边呢 加一支这样的一个秋石壶 来做这个煮花的部分 好然后呢 我还有一朵红色的这个石壶栏 好我再加一朵红色的 好那我让红色的有一点比较隐的感觉 好那绿色呢 比较表现出来 跳跃出来一点的感觉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看到两朵这样的一个兰花 它前后的色彩跟味道 跟感觉 好 好那各位阿华莎 现在可以再欣赏一下整个作品 它前后四周的一个味道 韵味跟感觉 好这边山龟来有点点弹出来了 我把它修整一下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龟来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定制的花材 好那我现在在这个瓶口 细口呢 给它做一点点的修饰 好我用刚刚用剩的这个枫叶 给它做一点点的下段的修饰 好包括前段的部分 四周的地方 好我再用一点点枫叶做一点小的地方 好OK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整个作品的感觉 好我是应用一块这样子 其实是也蛮特别的一块木头 然后呢有现成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其实它是已经打破的一个花器 那我把这个尾端的地方再稍微修一下下 好它感觉上线条更加的雅致清雅 好那我们这件作品呢 我是借由苏东坡非常有名的诗 苏东坡他在屋台世界呢 他离开一段时间的官场 有一些些的不如意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也写了非常多的这个 非常棒的诗 比如说他有所谓的提西林壁 那官浙江潮 然后树东林寺 像这几首诗都是他非常好的一些诗 然后呢尤其他在提西林壁里面 他谈到呢 横看成岭彻成风 眼镜高低皆不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那我们在这一首诗中呢 其实苏东坡呢 虽然我们有时候常常发觉 他跟金山和尚之间呢 似乎都低他一起 那那个金山和尚都高他一招 但是有些时候想想看 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官场人物 那一个文人读书人 能够拥有这样子随时的心念 跟很多的修行人学习 那参访 然后变成这么好的朋友 所以我想其实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呢 他们也应该多多的去 跟很多的高僧大的情谊 就像苏东坡一样 然后在他的生命的境界中呢 也会有一些的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藉由这样的一个诗句 就是横看成岭彻成风 那苏东坡是告诉我们呢 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这样看 那样看 其实他更有他的意境 跟不同的角度 然后他说远近高低皆不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那我们有时候也去想想这个诗 然后感受一下 我们人生的一种意境跟感觉 我们人生的一种意境跟感觉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第二件的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一片的木片 这风化木 那我们之前呢 如果您看过我做过之前的作品呢 我是把它立起来 做像山峰山壁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在苏东坡的这个诗里面 我们说横看成岭彻成风 眼镜高低皆不同 其实呢 很多东西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跟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就像苏东坡在这个诗中 其实他借这个 这个大自然这个美景 他说横看可以成岭 侧看可以成风 同样的呢 我们一样东西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立着用或横着用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今天改用这样子横的去用它 那各位爱华菩萨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这个感觉呢 他也非常的很有特色 那也像一种大自然中的一种奇景 所以有时候立起来有立起来的味道 那放下来也可以有放下来的味道 那像这样的一个木片呢 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商场 或者空间的一个摆饰的时候呢 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 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 像现在 我们在做一个空间的布置啊 或者我们做一个面面的一个布置 都需要有它很多的特色跟风味的感觉 那如果说像这样子 我们摆个陶艺品在上面 那我们要来销色这个陶艺家的这个作品 那人家会觉得它看起来特别的有价值 那我今天呢把这个木片架好之后呢 那我想放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木头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有很多这样的蛮特别的一些木头 其实这些木头呢 我都是买来 有时候呢我的学生他们擦花必须要用 因为要教他们用一些不同的花材 不是说我们擦花固定都是只用那个生花而已 那让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善用这些素材 那譬如说我现在把这一只呢 这个立起来以后 如果它还稳定就蛮OK的 好然后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看像我手上有一颗这样的小兰花 那这个兰花呢 其实它买的时候是在一个盆栽里面 那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兰花呢 钉在那个蛇木片上 那我想把这个兰花呢 把它种植在刚好这个木头上 那如果说你刚好很有会心巧手 说你把这个兰花种在这个木头上 好那我把它加一点点水草跟青苔放上去 那如果说你只是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塑胶盆里面卖 那这个兰花可能它的价钱就很低很低 而且很普通 那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木头上 琴木上卖 那有一些 也许是他卖很特殊的文物的 或者珠宝的 或者是某一些人 他可以买回去放在他的店里面 做一些不同的配饰 所以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哇这颗兰花这样种起来以后 就变成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 其实我们说插花呢 有时候我们似乎实在插花 可是在这个插花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好像在 躺羊在自然山水之中 那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常常说到一个环境的一个重要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那像现在的时代呢 我想对于美的生活的品味跟追求 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理想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样子经过这样的一个创意跟设计之后 各位阿华菩萨就可以感觉出 这颗兰花它是跟原来是迥然不同的 然后这个木头它也不是一块很普通的木头了 如果我觉得这个叶片有点大 我把这个叶片稍微的减少一片 因为这个叶片稍显大了一些些 好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叶子呢 它本身呢 在这个兰花上面的感觉 那当然我可以 在这个 这片木头上多放 几个的 不同的木头 不过我觉得今天 光放这一朵的莲花 就已经很美了 好 那我在旁边呢 我再加 几篇的这个枫叶 因为我们 上一个作品呢 有一些些 剪下来的枫叶 然后我可以把它呢 安置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 待会呢 我们在作品的这个上面呢 再放一点点的这个配件 好 所以我把这个枫叶呢 稍微的 放一下下 好 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个空间布置呢 如果我把它加一个金书在上面 或者哪个高深大德的 它的一个那个DVD 或者它的书在上面 我想都会很有特色的 好 好 那我们藉由今天的这一件作品 苏东坡的提西林璧 这个诗中 所提到的 诗的意境中呢 我们去感受到 其实呢 他说 横看成岭彻尘尘封 远近高低皆不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缘 身在此山中 那其实他在这个诗 后面的两句话 他说呢 不是如山真面目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 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那其实呢 我们都在心外求法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段 就是寒山曾经问史德 他说呢 他说放生可成佛佛 就是他问他放生可以成佛吗 然后他就回答他说呢 其实放生呢 他说呢 其实在放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呢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就是说 诸佛只有一颗心 就是爱护万物 所以我们在一经里面也讲说 天地之大德约深 那如来之大德约慈 所以呢 他说呢 如果我们起了一念的悲心 然后呢 就跟佛心是相应的 那我们起了一个慈悲心 就像观世音一样的 一个 跟观世音菩萨的心一样的 那我们念念都是悲心 就流入观世音的慈悲智慧海里 所以我们日日慈悲 日日放生 然后呢 我们的生命呢 就会爱惜跟这些万物 是同样的一个悲心 在同样的一个场域的 所以呢 在寒山问史德的这一段公案里面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呢 他说 事实上呢 放生的功德 不是小善所可以比您的 那我们常常看到师父呢 非常的 用心的在推动 这个素食放生焉供 然后 救护众生 那我们也在苏东坡的这个四周呢 去感受到 有时候我们常被自己的心迷惘了 好像有很多人也在问我说 老师那个海涛师父呢 他放生 那有时候那些动物呢 还是会死掉啊 但是我就缓问了他一句话 那总比你被你吃掉了死掉了还要 那些众生还要开心 虽然他放生死掉了 可是他经过这些悲心愿力的人 他们的慈悲心 让他能够很自由自在的游在水里 就算他最后死了 可是他的心情是好的 而且又经过这么多的人的慈奏 然后 祝福 那他在转世来投胎的时候呢 他的 那个姻缘就改变了 所以当下 往生的那一念 如果我们吃他的众生的肉的时候 那他的心中是有愤怒的 然后 他是痛苦的 跟他放生的时候 就算他是自然的没有办法活了 也是死掉了 可是他的 他是快乐的 而且是经过祝福的 那他生命的再一次的转变 因缘果报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常常 会执着在自己的念头里面 就是不是自己如山的真面目 那只原生在此山中 那我们今天也借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 来体悟 爱护众生的一种感情 那愿此相话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华隆天 普讯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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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祸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起见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慧宣法师 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4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 恭送 药师 琉璃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 慧姓法师领咒 日期9月18日 星期三 13点30分 恭送 药师 琉璃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反馈 地点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全新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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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金 佛三 妙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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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无关心,那无关心 旧口旧蓝带出带别那无关心 那无关心,那无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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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键 那么关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